一阵子了 楼下是顺丰 现在他挑这条路 哎呀 当时挺有魄力的 当时这条路不会停这么多的车的 可是当远处的这个加塔雅 圆的车堆起来之后 你发现这个地方的交通 可许有一小点问题了 我们回避了一点东西 在渝港路10 这个地方是渝港路19号 对面 我们昨天晚上的预告呢 会有告诉大家 我这个地方我小时候经常里面玩 它是中国科学院汕头海洋植物实验站 现在是这样 不过以前好像也是差不多之类的这些东西 总之这个银子我们不可能进去了 但是我觉得 现在这里面玩 觉得里面的东西还是挺好玩的 也有一点神秘感 不知道 不知道里面在干些什么 真的 我觉得这个厅子真的还是非常好玩的 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这个树啊 整的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些 你看这个树一看就是非常意识很悠久 哎呀大孩子了 大孩子了 这地方跟大家介绍一下 您看到了几个居委会的这个标识 哎呀这个牌子我觉得很威武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 石炮台社区党支部 石炮台社区居委会 换一个方向啊 每个方向都一样的 石炮台人民调节委员会 社区服务站 红梅服务维权石炮台社区公务站 后面一堆的什么社区残疾人协会 科普卧动站 梁关羽站 好多好多好多啊 不读了啊 浪费时间 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在这个二楼 这个二楼是没有住户的 整层楼就被包去做了局委会啊 但是这个环境桌子还是挺不错的 还有停车场 在小麦布 位置很久 但是人好像还了一两个 这边有一个海运 哎呀我倒是没注意啊 你看这个是中兴海运 但是你看了很久就会发现 这个店基本上是不开门的了 据我的经验这家面铺 在我八年的经验里面 几乎没有一次是开门的 人家这还零五年 且人前三包责任单位呢 也不知道责任了没有 反正也不知道找不找到到单位了 好 再过来这边这是一条之路 这条之路的人不是很多 这条就是19号嘛 大家可以看到 渔港路19号 这边过来这条就开始分叉了 这条之路人不是很多 这条之路人很多 这边为什么人不多多呢 因为这个地方基本就是一些 一些住宅区什么的 人的确不多 都是一些老 所谓的一些是老人啦 这个地方 所以很困惑 我们今天这也不是我们的讨论范围 而在这边 哎呀又是这么多树 这些树都没砍 我觉得挺好的 以前渔港路啊 不会有这么多车 以前我完全可以在这里 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现在您看到的 这边左边是大阳工业城 右边呢是加泰亚园 以及过来您可以看到这是加泰 呃美育加泰幼儿园啊等等的一间 东西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条路真的以前非常困扑 没有停车 真的没停车的 然后我以前真的 你一大早在这中 在这马路中间走 真的是非常爽的事情 可现在不是这样了 这以前加泰亚园这个位置是海关啊什么的 你完全可以想象 海关放在这个地方 说明当时肯定这个地方是沿海 那但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更沿海在外面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加泰亚园 加泰亚园啊 但是加泰亚园一来之后 加泰连泰的停车场是被人很抠病的事情 那停车场不大够 然后你又发现这个地方 现在外面全部停的都是车了 因为这还有一些商户啊 还有什么吃的什么的 哎呀那种 可以在马路中间走上个一二十分钟的事情 一去步步返了 我记得以前还能在这里打 还能在这 直接在马路中间打乒乓的 现在打 因为马路中间打乒乓 现在没这事儿了 汤头有一点问题 虽然挺漂亮 但是可能就有点脏浪差的感觉 哎现在空了 以前的渔港路就是大概这个状态 你看 一个车都没有 我想在路上走都没有问题 请注意我什么工具都没有 我直接走在路上的 哎呦 可惜我没来车了 哎呀 这就是曾经临近过的渔港路 这就是曾经临近过的渔港路 这边是东方 这边呢 那边呢 现在打不到 现在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呃 穿过了一小点路啊 这是中国海市局 没有 这是汕头绒江海市处啊 半市大厅 就是一个半市大厅 呃 那个的 现在挺忙的哈 桂美以前我小时候礼发就在这儿 桂美搬了好几个地方 它从刚才的渔港路 您可以看到 某个地方可能没大家雕住 然后一直搬啊搬啊 可能最后就搬到这边来了 呃 虽然现在我们在这儿 礼发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怀念的 这个烟斗倒是 也是挺久的了 好了 为什么要重新挑小道抽 好 这个地方来了 这地方您已经熟了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条缝 这条缝 先从这样看上去 这里有一些 这就是东西小学后面了 现在已经搞成了一个 局委会的社区文明街了 这还是挺漂亮的 就是后面一些设备 这个设备可能四五年前就有了 还有这边 这边你看这些宣传啊 什么的都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了 这些都是新的 今年才搞上来的 还有群众月报专栏啊 什么的 我们过来 这边是海市局后面 局局后面是树寺社 再过来 诶 这是滨海社区局委会 诶 为什么扯到这地方 虽然我的确也不是这一个局委会的 但是我更环境里面的事情 我看一下 诶 你看到里面了没有 再厉害一点 这个拉闸门这个地方 是一家 机上 以前 K2就在这家机上待过 现在好像关门了 现在七月了 都放假了 是吧 这又是 我的小学大概的范围 还有包括这里 这条街 这条街也没什么了 这些小卖布啊 理发的啊 什么的 我说这个树也是长得 哇 实在 很漂亮 我们有耐心 我又回来了 您看到这贵美 刚才您也看到过了 我现在给大家用这个角度 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刚才从那边走过来的一个方向图 这条缝 其实还有一小点含义 昨天晚上我们拍了一小点袋子 嗯 你会发现我们在渔港 我们在渔港那边望过来 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条缝望过来的 可惜我也不大了解是从哪栋楼上望过来的 但是反方向比较难看到 但是就是这样望过来 一大片 你看 这一片地方 昨天晚上望过来这个样子 接下来市场一看 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吧 对吧 有一点漂亮 有点像小街星 但是这地方以后我相信一定很望 这栋楼马上就要出售 马上就要这样进攻了 你可以想象这边接下来会有多旺 就像加菜一样的 真的 这种房地产项目一挑逗起来 真的是一大片的地方 全部都旺了 那个车到处都乱停的 这地方也刚有一个原生的停车场了 我们就不给回去了 这是东下路 就是冰港路 冰港路远一点 您可以看到 对不起 机位有点陡 您可以看到这一块 哎呀这么远啊 这冰港路尾了 各位 再提上来一点 我们给不到啊 金石是凹进去的啊 在这个绿房子过来 这边中间有一大条缝 我看一下我手能不能进来 手手手 哎呀 这手在这个地方 哎呀 哇好 这个绿房子跟上面这个交格的地方 就金石 然后就这样一直回来 这是小学 这是西东菜小学 前这地方有一广牌子 其实最近两个月才拆掉的 啊 没错 我相信 呃 我们的小学这附近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包括我的童年度过这些地方 我们走不来了 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只想这片地方 啊 现在还有这个样子 所以这地方买花得挺多的 而且我没钱买不了呢 这是玉淮 玉淮中学的吧 放学的同学 还好我们有读一些比较 我们的高中来了之后 也会像他们一样的 很痛苦 由此你又发现小学生活真的是轻松了太多了 可惜我们已经错过了 在当时我也觉得小学好累 可是站在这个地方觉得小学不累 但是已经错过了 真的 这些东西错过了 好好的只有 我们只有好好去回忆它 再也回不来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明天我们接着去一些更小的地方 我们要去看一看 刚才他们提到那 从里经路上的那个路口 看一看我的幼儿园 再见